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那我们开始我们下午的这个议程 那下第一个是由滴滴的HPS团队负责人姚景仪给大家分享 HPSID的应用 大家欢迎一下 大家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姚景仪 然后来自滴滴 然后现在主要负责滴滴HPS的一些开发和管理的工作 我的分享会给大家介绍这四部分吧 一个是HPS在滴滴的一些应用 然后还有我们做的一些改进 然后后面是因为现在滴滴的HPS上边也 因为那个对应的用户和业务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circle在HPS上 就是Phoenix一些应用 然后包括对轨迹的一些数据的处理 就是GeoMesa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有这样比较复杂的一些应用的话 我们对这个稳定性也做了一些工作 在最后给大家分享 HPS在滴滴的一些应用 然后包括改进的话 主要是主要是这么迹象 然后看一下具体内容 这个是HPS在滴滴的一些应用场景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轨迹的一些数据处理 像现在滴滴在客服的有一些处理那个bat case的订单的时候 会去查询这个司机的轨迹跟这个用户和司机描述的是否是一致 然后这些数据是存在HPS里面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设备的状态的管理 这个也是存在HPS里面 像这种的数据的话 基本上算是一个就是以时序为主的 当然那个轨迹里面它是有一些轨迹的经纬度的信息 这个信息是相当于是一个时空的数据 然后下面的话一些应用就是跟这个数据报表相关的 数据报表相关的一个比较主要应用就是Phoenix 这个因为滴滴在开发语言上是有很多种 那么有一些就是习惯使用Circle的一些用户的话 他用Phoenix会比较多 然后包括一些购源这种 其他的有一些用户行为的一些数据分析 也是在这个数据报表里面去做的 然后还有一些实践的处理 比如说订单 一个订单它的形成的话可能分很多步 然后比如说这个订单的开始发单 然后司机的接单 然后用户是否上车 然后包括最后结束这个状态 其实这几项的话都是跟这个Scan操作相关的 那么HPS最基础的 除了这个Scan操作比较多的话 就是还有Guy操作 Guy操作的话 我们目前的使用场景主要分这几种 一种是这种小文件的处理 因为小文件如果它用户直接存在Hadoop里面的话 有可能造成Hadoop这边它NameNote里面 存这些文件的原信息会非常多 对NameNote的内存造成一定压力 所以我们很多用户就是会把这些小的图片 然后包括他们客服的那个语音的记录 然后还有发票的信息都存在这个Hadoop里面 然后直接比如说通过这个文件的ID 然后去获取对应的文件的二进制的数据 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根据这个业务ID 就直接去通过Guy操作这样去取数据的一些需求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多数据员用户 可以在这个HBase里面去做一个多数据员的一个相当于June操作 比如说上游是有MySQL Redis这多个数据员 然后利用这个HBase的多数据员的动态列 这样一个功能可以去做这个作用操作 然后其他的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实时的程序 有一些中间结果数据需要去做作用操作的 是在这个HBase里面去做的 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像我们平常做一些特征或者机器学习的话 它会有很多维度的那个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的话也是比如说我一个Rowkey相当于对应多个列 然后这个是通过动态列这个功能去做的 其他的还有一些比较复杂应用 就是一个是这个相当于数据地图 这个数据地图的话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图的概念嘛 然后我比如说这个图里面有很多节点 然后节点之间是有这个编的关联关系 然后这个编的关联关系 其实是可以存在这个HBase里面的 然后包括这个GNAS Graph其实是对图需求的一个封装 这个也有一些简单的应用 然后其他的一些比较重的操作可能是Phoenix和GeoMesa 然后Phoenix就是基于HBase的一个Circle一个引擎 然后这些Mesa刚才也说了是对轨迹数据的 这个后边有具体的那个介绍给大家 就是刚才图表上面说的那些的话 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需求 然后下面这一块列的是一些 就是滴滴可能用的比较多的一些需求 比较典型的一个是这个消息对列的一个应用 这个消息对列的一个需求是用户有两个对列 第一个对列是根据这个时间去进行排序的 然后比如说我到什么时间需要去消费哪些业务ID 放在第一个对列里面 然后第二个对列是具体 我确实现在需要去消费这些数据了 然后就直接从这个第二个对列里面去取 然后这第一个对列的那个ROKEY 就是它的一个格式相当于是时间 再加上我的需要消费的EOID 然后通过一个HBS这样有去自点序的一个顺序 去做这个排序 然后隔一段时间去扫一下这第一个对列里面的数据 然后拿到我对应时间的STAR KEY END KEY 然后对应时间的这个数据 然后把这个数据发送到第二个对列里 然后具体执行这个消费的程序 就直接去第二个对列里面去取这个数据 然后第一个对列的话正好就可以做一个 时间的排序这样一个操作 然后第二个对列的话 它除了这个EOID 其实还有一个这个EOID的得分的一个信息放在前面 就是相当于给它做一个优先级的这样一个排序的操作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基于地理的 地理信息数据的一些应用 然后包括这个热力图的一些应用 和用户的画像这样一些应用 然后其他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比较小的那个日志 是存在这个HPS里面 然后这个是我们对replication做的一些优化的操作 因为刚才也说了滴滴的这个各种不同的业务形态非常多 然后有一些应用的话 用的也是比较重 然后不同的业务之间可能会有相互的影响 那我们就在HPS上做了那个RS Group这个功能 其实就相当于把比如说第一个业务就放在Group A里面 然后第二个业务放在Group B里面 然后在那个HPS本身做这个replication的时候 然后它其实是首先会选择那个所在的Thinker 然后但是目前的这个选Thinker的这个机制是一个随机的机制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改动 就原来有可能比如说 我原集群是在Group A 然后目标集群是有这样两个Group 然后原集群如果做随机的这种分发的话 有可能就是它这个写的这个请求会到其他的Group里面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优化 就是把这个相当于在做那个Thinker的选择的时候 就直接选我对应Group的这些RS去做Thinker 但是这个其实还有一些后续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目标集群这个RS02 如果它挪到其他的Group了 那么我们其实是需要把中间这个连接去给断开 然后重新去选择机器的 然后包括这个原集群 如果它上边的那个RS做变化的话 其实中间的连接是需要去做变化的 这些是我们后续的一些工作 就除了刚才那个RS就是Thinker的选择的话 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现在做的相关的改进 就是一个是统计Table级别的这些 就是ReplicationTable级别的一些Metric 其实通过Hlog Key 它里面其实是带那个Table的名字的 可以通过这个去做统计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 可怎么看就是 主集群在做这个Thinker选择的时候 其实它有一个比例 一个比例的指标的话 比例的指标 然后这指标的话就是 对应我目标集群 我能选择多少个机器 百分之多少个机器 去做这个Thinker节点 然后 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那个指标默认的话 是有一个 是应该是0.1 但是 其实 我如果选择对应Group 去做这个Thinker的话 我们主要的一个需求 还是希望这个Group 整个都能够去做这个Thinker的消费 那就是 如果我选择某一个Group的话 其实是需要配置另外一个指标 去做这个比例的分配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上午做分享的嘉宾也说到了 就是对Connection的这个管理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Phinx的一些应用的时候 就是发现有一个问题 Phinx它是通过很多的这个Corp processor 然后去做数据的一些聚合呀 或者过滤的这些计算 然后 那上面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挂在Region上的Corp processor 其实上面之前的话 实现方式是每一个Corp processor 有一个相当于HTable的一个Connection 然后 当比如说我这个集群 RS上标Corp processor特别多的话 这个对应的Connection 连到这个ZK的数量也会非常多 然后 这时候我们通过一些命令 ZK的命令 可以去发现就是 这个Connection 它的数量有可能达到上万个 然后那我们做了一些改进 就是 相当于我一个region server 就只在region server级别维护一个Connection 然后这个Corp processor ridden级别的Corp processor的话 就是 每一个从这个Connection去guide table 然后这样的话 到ZooKeeper的这个链接 就从几千上万 然后变成了一个 这个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HBase ACL的一些改进 就是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功能 就是密码 还有对密码和IP的一个管理 那么我们在HBase ZK的HBase节点下面 增加了一个UserInfo这样的节点 然后去存储用户的密码 原来它的这个ZK的结构 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个ACL节点 去存 比如说我某一个表 对应哪些用户有这个权限 然后包括HBase原数据 这块增加了一个原数据表 然后在这个里面去存它的这个密码 然后更新这个表的时候 也同时会更新对应的ZK的节点 这个是HBase相当于是 ridden server这一端的一个 ACL的一个实现吧 就是客户端通过那个PB 传这个请求的RPC过来 然后再通过AccessController 去做这些权限的过滤 然后这个AccessController 其实调用的是这个TableOS Manager 然后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Catch去存我哪些表 有哪些用户的权限 还有就是我们在ZK上增加了这个UserInfo的话 就是要跟这个ACL有一个Join的操作 Join操作之后相当于就是得到一个数据结构 某一个表 然后哪个用户 然后它的密码是什么 它的IP是什么 然后有相应的比如说R权限 W权限这些 做这个ACL的工作的话 那其实比如说我们用到Thread of Server 这种服务的时候 其实原来的时候它里边是只有一个对应的ConnectionCatch 然后去通过那个ConnectionCatch里面的Connection 去连接到HPS做一些读写操作 但是那个相当于是所有用户共享的一个Connection 然后我们在这个Thread of Server上面 其实做了一个改动 就是通过这个ConnectionCatch 然后把它的Key做一些变化 改成这个用户的用户名加密码 然后这样的话就能通过这个Catch 然后去区分不同的用户 比如说用户A 用户B 用户C 刚刚那点写错了 相当于每个不同的用户 它有自己的一个Connection 然后这样可以在一个Thread of Server上面 就去区分不同的用户的权限 然后这个后面我觉得 就是ACL这块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在做一些Keylin的那个应用的时候 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它对Keylin的表会非常多 然后对这个ZooKeeper 它的一些压力的话会比较大 那么后面的话主要就是尽量的能够去减少 对这个ZooKeeper的一些压力 减少对上面节点的一些Watcher 然后其实HPS2.0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其他方面对JK减少压力的这些操作 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 我们做了其他的一些改动的话 一个是RPC的AudiLog 这个应用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会抽样 去打印这个RS上面用户的请求的一些细节的行为 然后通过这些日志 然后可以去判断哪些用户给这个RS的压力比较大 然后去做相信等一些用户的反馈 其他一些小的patch的话可能是对RS Group的一些bug的修复 然后后面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Cota这一块限流的一些操作 然后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刚才说到就是滴滴在HPS上有很多这种报表的一些业务 那么我们有一部分业务是通过这个Circle去实现的 这个是一个Phoenix它基本的实现的一个逻辑的图 就是主要分这几部分吧 一个是它的原数据表 然后还有对应每一个Reinsert上 它刚才也说了它都有自己的Circle Processor 然后其实就是这个Endpoint的这种Phoenix的实现 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一些加研的操作 还有编码一些操作 这个是Phoenix Client端的一个请求 然后去转化到Ranger Server的请求的这么一个大致的过程 然后以及涉及到的Phoenix相关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类 这个Phoenix Driver的话 其实相当于里面就是去维护一些Connection的那个信息 然后这个Driver底层的话 有一个Prepare Statement 其实就跟我们用那个MyCircle 然后JBC去连接的时候 它也有对应的Prepare Statement 然后相当于Phoenix有它自己的一个实现 如果还有其他的Sircle引擎的话 就是也去实现这个Prepare Statement这样一个实例 然后用过通过这个Driver 然后还有Prepare Statement去生成一个Circle的这样一个计划 然后这个计划的话 其实跟刚才说的Phoenix的原处具表其实是有关系的 这块只写了一个System.catalog 然后我们实际应用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System.stays那个原处具表 它里面的话会帮助用户把一个比较大的Query 分成多个小的SCAN 然后当然我们之前也遇到过一些小的Bug 在那个Statement的那个表里面 它如果生成错了的话 这个SCAN的这个Plan的话其实是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修复 好 Phoenix的这个请求 通过这个SCAN Plan 然后到这个Ridden Server这一端 就是通过各个的Observer 然后还有Endpoint去做一些实际的操作 但是我们其实遇到一些问题就是 比如说聚合查询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做一个Group By 我查那个细节数据特别多 最后那个结果数据其实 就做一个Group By Count 这样结果数据非常小 但是中间的那个需要计算的 加到内存力的东西也会非常多 这是我们后续要去做优化的一个部分 这个Other History的这个数据是我们做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应用 这个应用的话它有一些具体的需求 就是有SLA基本的保障 然后它用到RG索引 以及这个我们做的一些Java GDPC的测试 不过用户它最终用的是Phoenix Query Server 这个用户的 这下面是用户的一个请求联络 我刚才也说了滴滴 就是在多语言方面使用的语言其实非常多 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Golang这个语言 然后这个实际用户请求的话 就是通过Golang去请求我们的一个HPROxy 然后HPROxy底下挂了多个Query Server 然后这个Query Server再去实际的去查询这个HBS 然后这个应用的话就是里面有一些比较细节的调用的东西吧 一个比较主要的就是RG索引这块 Phoenix有几个比较重要的RG索引类型 一个是这个Global Index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Cover Index 然后我们在做这块调用的话 一个就是看这个Global Index跟这个Cover Index 它俩之间是有什么区别 然后因为如果用Global Index的话 会查询的次数比较多 后边有一个图 就是左边是Global Index 右边是那个Cover Index 就是Global的话它会先查索引表 然后再去查这个主表 然后Cover Index的话 其实就是直接把那个需要的数据 直接写在这个索引表里边 就不用查两次了 所以我们就是中间做了一些这方面的测试 其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加盐的操作 加盐操作有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加盐之后这个有可能 这个表做了很多Speed 然后导致发起的那个Scan 其实比原计划的要很多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加盐给去掉了 然后包括刚才说的减少这个ZK的Connection 然后其他的就是还有 因为用户对那个P99比较关注嘛 我们在Quest Server这也加了一些Matrix 下面就是GeoMessa的一些应用 GeoMessa我们现在主要使用的就是通过这个方式 上面堆列 然后有一些Flink或者Spark的任务 去调API写HVS 它其实就是对轨迹数据的一个需求封装 然后里边封装了那个GeoHashi的这些方法 然后去给它拼成对应的Rookie 这个是GeoMessa它官网提供的一个实例 然后我们的需求基本上也跟这个差不多 需求的话主要就是比如说我定位到一个地图 然后看它其中的某一部分 看这个上面我们所绘制的轨迹 是不是到达了所有的那个道路的存在的地方 如果有一些没到达的话 那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去通过现场人员去做一些操作的 然后这底下可以通过时间去看它不同时间的一个表现的状态 这是另外一个应用的场景 就是热力图 看我这个城区哪一部分比较是热点 哪一部分是比较冷的地方 然后对热点地区进行一些 比如说多给它拍单 多给它去拍一些司机这种操作 然后这个是GeoMessa它基本的一个Rookie的一个设计吧 其实中间还是GeoHashi的一些ID 包括这个Z3的话就是定位度 还有T就是时间 这是GeoHashi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格式 相当于就是把一个大地图分成很多小块 然后每一块都有不同的ID 这就是所分的那个块 然后现在GeoHashi的话 其实就是这种Z的曲线 Z曲线有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比如说这两个ID是相邻的 但是这个块地理位置会比较远 这个如果我们后续有需求的话 会把它改成那个希尔伯特那种曲线 那种曲线的话就是相邻的ID 它的地理位置也相近 这是未来GeoMessa要做一些操作 就是它的查云计划 然后Coprocessor的一些管理 然后包括它的状态 这后面是我们在稳定性上做一些工作 就是其实HPS单说的话 它自己的监控 是有一些GMS数据可以去做的 然后我们就是增加了其他的一些ZooKeeper HDFS 然后包括一些Sore的监控 然后这是ZooKeeper 就是哪些部分会用到ZooKeeper 就中间画红线的 然后红框的 这些其实都会用到 这个Daynode是 就是IO比较密集的时候 会有一些压力比较大的情况 但是跟ZooKeeper没关系 然后这是ZooKeeper 我们这边监控的一些比较基础的项 这些通过那个私自命令都可以去获取到 就是它一些连接信息文件打开竖 就是它一些连接信息文件打开竖 然后现在的一些最小延迟这种 然后ZooKeeper Server的话 其实它也有自己的GMS数据 这个我们也去做了一些采集 包括Queria Server 刚才已经说到了 就是用户如果P99要求非常高的话 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然后这是HTFS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Edit Log 然后去获取 比如说我某一个目录写了多少数据这种统计 然后其他的就是给用户提供的一些HBase的平台 然后上面去告诉他哪些Raging有热点 包括读操作写操作存储的大小这些 然后这是一个刚才说的那些指标的监控展示 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给用户展示 比如说它的输入量的统计 然后还有推荐它这个Rigion的输入该设置多少 这是我们目前监控的比较重要的一些HBase的那个Metrics 然后后面的话 这个是我们做一些数据统计 包括资源划分的时候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就是它的读写量还有流量 包括Io的一些统计和计算 我的分享基本上就这样 谢谢大家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那就要感谢 我们应该是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好吗 好吗 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来一下